大家好 我是杰西 好 今天要来喝咖啡聊是非 没有啦 今天要看的是 学生常常会犯的英文错误 今天下午在上课的时候 学生在那边弄不清楚 到底是drink coffee drink coffee 还是drunk coffee 还是drinking coffee 到底要讲哪一个 好 假如你不知道的话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时候要用哪一个动词 首先你要知道 drink 喝这个动词的原型 或者是简单简单是叫drink 它的过去式是drink 好 drink不是drunk drunk是喝醉的意思 好 我喝醉了 I am drunk 喝醉的人都会说 I am not drunk 我没有醉 好 drink drink drunk drink是过去式 drunk是动词第三态 除了喝醉之外 它可以当动词第三态 那它的现在分词就是drinking 好 所以呢 在英文我们讲 我每天喝一杯咖啡 我今天早上喝了一杯咖啡 我今天喝了三杯咖啡 跟我现在正在喝咖啡 好 不能全部都用drink coffee 这样你的句子讲出来就错了 麻烦现在请大家做个动作 请你按一下暂停 你把这四个句子写下来 好 写完之后 你再按播放 好 看解析讲的 跟你知道的一不一样 好 来 英文有分时态 那每一个不同的时代的话 你的动词会有不同的变化 所以你必须把这个句型把它记住 好 那我每天喝一杯咖啡 每天喝这个是要做现在简单式 那什么叫现在简单式 就是你要表达你的习惯 经常性的动作 一个事实 都是这样 每天都这样 这个时候你就用现在简单式 没错它就最简单 因为你就说 I drink a cup of coffee every day 对 这样就对了 这个句子相信大家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应该都正确吧 每天喝一杯咖啡 好 那这个是现在简单式 可是你要讲说 我今天早上喝了一杯咖啡 今天早上已经过去了 这不是每天重复的 所以你不可以说 I drink a cup of coffee this morning 在英文来讲 这是错误的句子 虽然很多人会这样子讲 你必须把动词改成 drank I drink a cup of coffee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 这已经是过去 发生结束的动作 那今天学生一直讲 I drunk a cup of coffee 不对 I drink a cup of coffee 好 再来比较难一点点 我今天喝了三杯咖啡 好 在英文有一个东西叫做 有一个时代叫 现在完成式 好 那台湾的学生 都跟他不太熟 常常用错 好 现在完成式 有一个用法是 过去某个时间点 开始到目前为止 好 你重复做了好几个动作 比方说我这个月看了五部电影 我今天喝了八杯水 好 然后呢 我这个礼拜吃了四次日本料理 这样子 好 这个时候你会用现在完成式 所以我今天喝了几杯 三杯咖啡 这个时候你就要用 I have 好 那完成式的句型是 have加过去分词 past participle 也就是动词的第三派 这个时候你就会说 I have drunk three cups of coffee 今天喝了三杯咖啡 你说这两个句子有什么不一样 好 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 今天早上 所以已经过去了 用过去简单式 但是这个是到目前为止还在的 I have drunk three cups of coffee today 我今天喝了三杯咖啡 那要是昨天呢 昨天的话就用过去是 I drink three cups of coffee yesterday 好 昨天的话会是这样子的 需要分清楚 那这个时间一定目前为止 所以假如今天还是早上 那我今天早上喝了三杯咖啡 你就可以说 I have drink three cups of coffee this morning 但先举的条件是 这个时间是现在还在的 假如现在是早上的话 this morning 这样子是OK的 好 不然的话 现在完成式是目前为止 所以今年 this year this month 这个时候才可以用现在完成式 好 最后一个 进行式大家就很熟悉了 好 正在喝咖啡 这个就是 I am drinking coffee 好 我现在正在喝咖啡 要用进行式 进行式请记得要用 B动词跟动词ing 不能只有ing是错的 一定要B动词跟动词ing 好 就这样子很简单吧 说简单也没有很简单 但是大家常常讲错 今天学生一直说 I drunk coffee yesterday 不对 I drank coffee yesterday 好 然后另外呢 节期间就讲到这个是因为 今天早上没有喝咖啡 好 因为平常每天都喝咖啡 昨天胃痛 想说反省一下 今天早上不要喝咖啡好了 就下午上课的时候 就有点省字不清 好 就是明明学生叫过了 然后以为没叫又叫一次 或者是讲错话 好 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叫做 Withdrawal Syndrome symptoms symptoms 症状 symptoms的话比较严重一点 有一些症状 好 那这里是症状 两个都是症状 anyway 好 有一个是symptoms symptoms的话是症状 好 symptoms的话是症候群 那Withdrawal就是戒 好 戒断成瘾的这种症状 比方说是没有喝咖啡 又没有精神讲话 就语无人次 就想解析现在这样子 好 那这样子看完之后 希望大家就可以分得清楚 好 到底是drink coffee drink coffee drunk coffee 还是drinking coffee 这边drinking coffee是错的 前面有个B动词 好 然后其他的动词 你要讲的时候 你把它换成吃eat eaten 也是一样的用法 所以不要忘记了 我每天吃一个汉堡 I eat a hamburger every day 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汉堡 I ate a hamburger this morning 我今天吃了三个汉堡 I have eaten three hamburgers today 我正在吃汉堡 I am eating a hamburger 好 那今天就这样子 希望对大家的学习有点帮助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留言 喜欢的话 欢迎版解析按个赞 解析有脸书博客都欢迎 订阅追踪分享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下次见了 拜拜